各位同学,这是高值数学系第三册的教材 我们来谈第三章空间向量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三章空间向量,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三之一我们来介绍空间概念 包括第一小节来介绍空间中平面的基本性质 那么第二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直线跟平面的关系 第三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两条直线垂直跟它们的夹角计算 第四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两个平面的夹角 那么简称是两面角的计算 接着三之二我们来介绍空间向量的坐标表示法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第一小节来介绍如何建立空间坐标系 第二小节那么介绍空间向量的坐标表示法 第三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坐标里面向量的加法减法 那么跟它的系数机的计算 第四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分点公司的计算 第五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向量 它的内积计算方法 还有正色银的计算公司 接着在三之三我们来计算两个向量外积 那么跟行列式的计算方法 以及行列式它的应用 那么在这一张里头我们来介绍第一小节 空间向量外积的定义跟它的计算 第二小节我们来计算三阶行列式的求法 第三小节我们来求三阶行列式 那么它的应用问题 那么最后在三之四我们来介绍空间中的平面 那么第一小节我们来计算空间中平面方程式 它如何去求 第二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两个平面夹角的计算 第三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点 那么到平面距离的计算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三之一空间概念 那么三之一空间概念里头 我们包含要介绍的是第一小节平面的基本性质 那么第二小节空间中直线跟平面的关系 第三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两条直线垂直跟它的夹角 第四小节我们来介绍空间中两个平面的夹角 那么也就是两面角它的计算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明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谈空间的概念 那么过去我们在谈平面几何的时候 我们在平面上来画各种图形 例如我们在画点 在画直线 在画圆 在画三角形等等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图示 现在我们要跳出平面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空间中来看这些图形的问题 那么因此空间中有许多不同的平面跟直线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探讨空间中平面的概念 而且我们来探讨空间中那些相关的性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来谈平面的基本性质 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平面 那么例如我们在教室里头看到的天花板 教室里头的地板 那么各位同学所使用桌子的桌面 跟黑板等等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平面 那么在数学上我们来表示 这些平面我们都希望借由画图来帮助我们理解 那么例如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先把它换成端点的线段 那么例如这个点叫做A点 那么这个点叫做B点 这两个点把它连起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写成线段 也就是AB线段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点再把它延伸之后 就变成一条直线 我们就利用直线L来表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空间中画直线L的方法 那么同样我们在空间中如果来画平面 我们通常都把它换成有边界的样子 E这里就是说我们都把它换成 一个平行四边形有一个边界 那么这里我们就把它写上1 就代表平面1的意思 那所以说假设 现在要请同学来画平面上有一条直线L 这个概念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它换成图3之1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画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这边写一个1就代表是平面1 那么里头我们画一条直线就代表直线L 所以我们就说平面1上有一条直线L 我们就把它换成图3之1的形式 所以我们有了平面的概念之后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会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来代表平面1 我们会画两点通过这两点画一条直线 代表空间中直线L的表示法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再介绍 平面上有几个利用图4来表示的基本性值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我们来看图3之2的这个图 那么假设说我们要来画一个直线上面 有相应两个点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我们图3之2就来画一个平面 就代表平面1 那么这个平面里头有相应两个点 叫做AB这两个点 那么刚刚我们说AB这两个点把它延伸之后 就会形成一条直线 那么因此一个直线有相应两点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就利用图3之2来表示 那么经由图3之2我们就得知 那么这一条直线AB直线上面所有的点 都会是在这个平面1上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性值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图3之3 那么现在我们来表示有两个相应平面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点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来画一个平面1 跟平面2这两个不一样的平面 那么它们两个平面会有一个共同的焦点 那假设这个焦点就是P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平面它们会有共同的焦点之后 由这个图形我们就得知 这两个平面如果会交于一个点 那么它们就会交于一条直线 也就是从图形中看出通过P点的这一条直线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性值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图3之4 那么这个图我们要描述不共同的三个点 那么可以来决定一个平面 那么因此我们就画一个平面四边形 那么就代表平面1 那么在这个平面中我们就画三个相应点 而且这三个点是不共同的ABC这三个点 我们就表示成这三个点可以来决定一个平面1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基本性值 也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图4的方法 那么图4出几何图形来 从这些几何图形我们来推断出其他的性值 例如我们再进一步来推论出空间中 那么形容平面跟直线它的关系 或者是推论出其他的性值 例如我们请各位来图示出如何建构出一个平面来 所以第一个方法 我们从刚刚的基本性值的第三个 我们得知要形成这个平面1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这个平面1中有不共同的三个点 我们把它称为ABC三个点 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平面 所以这是我们图4成这个几何的图形 接着第二个方法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有一条直线LO跟直线LO Y1点P也可以决定一个平面 我们就把它图示成图3.5的这个模式 那么一条直线跟直线LO外的一个点P 就可以形成一个平面1 所以这是它表示的几何图形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方法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相交于1点的两相不同直线 相亦直线就可以决定一个平面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它图示成 直线L1跟直线L2 这两条不一样的直线交于1点 假设这个点P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平面1 图示成图3-6的这个图形来表示 那么第四个方法 我们在这边来增加给同学知道 也就是说如何形成一个平面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平行四边形1 代表这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如果有两条平行的直线 叫做L1跟L2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平面1 那么因此形成一个平面1的方法 一共有1234这四种方法 请同学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我们来看例题1 是判断下列叙述何则正确 我们来看选项A 空间中相亦两点可决定一个平面 那么我们知道空间中通过相亦两点的平面 不止一个应该有无限多个 在这边我们来图示给同学知道 也就是说空间中通过A点跟P点的平面 我们找到有一个平面E1通过这两个点 我们可以找到平面E2也通过这两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会找到很多个平面 都通过这两个点 那么因此选项A 它说只能决定一个平面 我们找到不止一个平面 所以选项A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选项B 空间中相亦三点可决定一个平面 我们知道空间中不共线的相亦三点 才可以决定唯一的平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来画一个图示给同学看 也就是说如果空间中有这三个点是共线的 在同一条直线 例如是A B P这三个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找到 两个平面交于一条直线的E1平面跟E2平面 那么因此如果这三个点是共线的 它不只可以决定一个平面 可以决定很多个平面 所以我们的选项B 那么也是不正确的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随堂练习E 是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A 空间中不平行的相亦两平面 可能只交于一点 选项B 空间中不平行的相亦两平面 会交于一直线 那么由同学自己来想一想 这个就留给同学当作业 那我们的解答选项A跟选项B中 那么选项B是正确的选项 这一段时间的解答选项B中 4mmB中 5mmB中 100mmB中 5mmB中